我身邊有朋友的駕駛壞習慣 我真是不敢恭偉 油缸永遠只剩下一兩盒油 甚至雙燈都說還可以多走一會才入油 結果就糟糕了 走一走 附油 跪下 打給我要求救 怎麼救啊 有辦法的 在這個尷尬又焦慮的情況下 怎麼辦呢 車駕駛不讓油站 但是人可以去油站 一樣可以入油 請問是否有油桶賣的 有的 我們 一個鐵桶 四星油的可以裝到 價錢是20元 最多是裝四星的 那我要一個 這個是20元 那我怎樣入油 外面同時可以幫你 你會入四星還是入五十元 入四星 入滿它 沒問題 可以拿出去給我們同時回油 好 謝謝 要留意的是 只有Shell有油罐賣 而且不是每一間油公司都可以買到散裝油 鐵罐買了 可以走出去找人幫忙入油 好 在這麽緊急的情況下 縱使你有油卡 都是沒用的 按正價計 麻煩叔叔 入四星的 好 入滿它 對 入滿它 謝謝你 謝謝你 有了 買完了 提提大家去救車前 順便去五斤店買多個火水泵 這個醉的 鐵絲就足夠了 4L電油 一般車都足夠走二三十公里以上 第一時間駕駛車去油站入滿 同時戒掉壞習慣 車不要經常沒有油 另一個常見關於汽車汽油 就是車沒有油時固然不走 對引擎會否有傷害呢 其次就是除了不走之外 還會衍生甚麼問題呢 由專家解釋給你聽 引擎如果沒有電油的話就會停 但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有三樣東西都會影響到的 第一當然引擎會停了 第二就是轉向系統 第三就是煞車系統 其實某程度都挺危險的 因為引擎有真空喉 會令到制動系統有真空狀態出現 讓你的煞車是正常的 當它停了之後就沒有煞車系統 另外轉向系統的方面 因為它現在的電軚或者液壓 都需要用引擎去輔助 所以如果沒有電油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事 很多朋友都會問 如果沒有電油對手會不會傷害呢 其實一般來說都不會有甚麼問題 但是對一些高性能 或者改裝過的車 就會發生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例如有氣缸壁會溶化 或者是Piston都會溶化 因為燃燒箱裏 運轉的時候有六七八度 或者更加高 渦輪增壓大概會達到八百度 如果當它沒有電油的時候降溫的話 這些活塞和氣缸壁都會跟著溶化 連火隊都會溶化 其實都很嚴重的 聽完Tony所說 大家應該都知道 一輛車沒有油 就不是停在這裏這麼簡單 會涉及很多問題的 所以每一位車主 每次開車之前 一定要留意油針 編排行程 計劃好你的用油量 那就安枕無憂了 我們要仇恨的其實都是共產黨 剛才的重量 你是金浪 也不妨礙 你可以做緊大的